欢迎观看我的视频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道家常美味 买回来的里脊肉 用刀去除表面的筋膜 然后切成一块钱硬币的厚度 如视频中这样操作 切成片就好了 切好以后呢 放入盆中 加入清水给它浸泡 清洗掉里面的血水 把肉片挤干水分 放入盆中 加入一点点盐 增加底味 然后用左手朝一个方向 给它抓拌均匀 想要肉片浆得更加滑嫩 中途的时候呢 我们要加入适量的清水 继续给它抓拌均匀 让水分充分的吸收 加入一点点红薯淀粉 给它包裹上浆 同样是用左手给它抓拌均匀 腌制 然后呢 再加入一个鸡蛋清 加入鸡蛋清的目的呢 能让肉片更加滑嫩 腌好以后呢 放入一点清油 给它封面 准备两颗大葱 中间给它破开 把里面的硬芯给它取出来 然后呢 切成长短均匀的寸段 切好的大葱 放入碗中 备用 下一步我们先来调一个料汁 碗中加入清水 大约30克 加入蚝油 15克 再加入生抽酱油 大约15克 再来一点点黑胡椒粉 加入一点点白糖提鲜 再来一点鸡精 同样是提味增鲜 再加入一点生粉 然后用筷子充分给它搅拌均匀 备用 下一步开始正式上火烹饪 起火热锅 锅热以后呢 加入适量的植物油 这里的油呢 要稍微多一点啊 晃动锅子 让油给它润满锅壁 当油温到达六成热左右 我们下入腌制好的柚片 这一步我们要把腌制好的柚片 给它划一下 锅厂翻动 让它受热均匀 以防粘底胡锅 把柚片划到八成熟左右 下入准备好的大葱 一起给它过个三五秒钟左右 就可以了 然后给它倒出控油 锅流底油 下入稍微多一点点生姜 再来一点蒜片 用小火给它煸炒出香味 然后下入大葱和柚片 从锅边烹入一点点料酒 让其挥发增香去腥 大火给它翻炒个五六七八下 然后呢 下入事先调好的料汁 事先调好味道的目的呢 是缩短调味的时间 否则柚片炒的时间太长就老了 大火翻炒个五六七八下 炒出香味 炒出锅气 就可以出锅 装盘 一道非常滑嫩的 姜虫炒肉片制作完成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大家来我的主页 学习更多更详细的菜谱教程 我们下期再见 好